最近中国跳水队已经进入了冬季集训,迎接将要到来的巴黎奥运会,对于很多喜欢全红衬的粉丝来说,自然非常关注此前夺得二金的红姐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奖励。 很多朋友好奇,全红衬在夺得了亚运会双冠之后能获得多少奖金。 因为大家非常的清楚,从2021年一战成名之后,大家都知道全红衬家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,她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甚至表示自己想夺得冠军,获得更多的奖金来给妈妈治病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粉丝自然想知道这次亚运会旅程结束后,全红衬加免双冠王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的奖金,以及又能得到多少的奖励,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条件。 首先在当天全红衬加免双冠王之后,两大官媒央视和人民日报都给她送上祝福喜讯。 祝贺她突破自己,在首次参加亚运会就取得如此厉害的成绩。 对于全红衬来说,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,而在全红衬夺金过去差不多三四天左右,对于她的奖金有多少,官方暂时没有宣布。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其他选手获得的奖金,以及过往她参加世界杯的奖金,做个具体的分析和预测。 在之前全红衬参加世界杯分战赛的时候,基本上一个单项冠军可以获得三万块左右,如果是双人项目就需要评分。 按照这样的奖金标准来看,这一次亚运会夺得冠军,正常来说官方估计会给予一定的奖励,全红衬应该能够拿到五万元左右的奖金,算是一笔非常不错的收入。 除此之外,更重要的是她回到地方之后,有可能得到当地官方的奖励。 比如,像在4乘以100米帮助中国队反超绝杀日本队的飞人陈家鹏,回到老家之后不仅受到热烈的招待,而且还获得当地奖励的十万奖金。 此次全红衬在领域的影响力,包括取得的成绩,应该不会输给陈家鹏。 所以正常来说,她回到广东或者说回到湛江之后,不排除可能会得到一笔不菲的奖励。 按照这一点来看,接下来全红衬的奖金大概率会有十几万奖金打底,这还不包括其他赞助企业有可能会和她有进一步的合作,甚至直接奖励房产等,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 总的来说,这一次全红衬夺得两个冠军获得的奖励肯定不会少,这是对她努力的回报。 相信她的妈妈看到女儿这么争气,肯定会非常欣慰和激动。 其实,经过东京奥运会的征战之后,目前全红衬家里面的条件已经逐步在改善,这是祖国强大的结果。 所以,各位粉丝不用太过于担心全红衬她的家人到底过得好不好,现在过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如今对于她的家人来说,或许更希望能够看到全红衬可以开心享受比赛,继续努力为国争光。 作为粉丝也希望红姐不要有太大的压力,争取将来创造更加厉害的成绩。